手电筒挂在地上 女孩慌忙调转方向 索性劫匪并没有发现她 看着周围不停走动的脚步 此刻她的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了 女孩名叫凯莉 为了给男友一个浪漫惊喜 这天晚上 她偷偷潜入男友家 告诉男友自己怀孕了 可男友似乎并不想负责 并且男友的妈妈也不喜欢凯莉 就在二人争执时 突然楼下传来声响 察觉异常 男友拿起一个球棒就下毒了 紧接着就听到男友的惨叫 和玻璃的碎裂声 惶恐的凯莉想要从窗户离开 可刚刚她进来时 男友就顺手将窗户锁伤了 清静之下 凯莉只能先躲在床下 听着劫匪们的交谈 男友一家都被绑架了 这让本秋恐慌的凯莉倍感无助 就在她不知所措时 转机来了 一名劫匪受伤 其中一名手下 打算上网查找急救方法 就在她拖拽椅子时 凯莉的背包 掉在了离床不远处的地上 庆幸的是 手机也在背包里 于是凯莉拿起身旁的一根棍子 小心翼翼地探出去 将背包勾到较近的位置 然后趁劫匪专注查资料时 迅速将背包拖回 就在此时 两名劫匪突然走近 准备给床脚垫击本书 凯莉吓得屏住呼吸 就在她以为要被发现时 劫匪却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是发现男友妈妈是医生 于是他们便转身去了楼下 趁着劫匪离开 凯莉立即编辑报警短信 可偏偏或不担心 手机在此时 因为电量过低灌机了 这时 劫匪也带着男友妈妈回来了 为了保护儿子的安全 她只能按照要求 给受伤的劫匪包扎伤口 取出劫匪身上的大片玻璃 再用布条给伤口止血 很快天亮了 劫匪们按照计划 带着男友爸爸去银行取钱 凯莉听着屋内没了动静 正准备爬出来 这时突然一个劫匪折返 手上还拎着两桶汽油 准备将这间屋子里 残留的血迹清除 随后她在跟床上受伤的劫匪说话时 顺手从地上捡起了一个东西 凯莉看着劫匪手上的内裤 慌得一皮 好在劫匪忙着唠嗑 并未注意手中的物件 凯莉决定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看着一旁的闹钟 凯莉想到一个办法 她将闹钟调成一分半后响铃 然后将其扔到墙角 时间到了 闹钟响起 趁着劫匪弯腰去捡闹钟 凯莉快速跑出房间 她来到楼下卧室 看到被绑在床上的两人 凯莉连忙从抽屉里找到一把剪刀 给男友松绑 这时楼下传来声音 凯莉只能先躲进洗手间 原来是一位邻居来访 她发现异常上来查看 竟被劫匪用棒子活活打死 看到这一幕 凯莉想要从窗户逃走 可这时劫匪已经停止了手伤的动作 女孩整个人半旋在浴室中 她一侧的手脚扒在窗边上 另一边用脚趾死死地扣在浴室的门把手上 因为此时 一个穷凶极恶的劫匪就在门外 她正在洗刚刚杀完人的血迹 弱小无助的凯莉只能用尽全力撑着 就在她快要坚持不住时 劫匪终于转世离开了 随后凯莉轻轻跳下来 她打开窗户想要逃走 可想到屋内被绑的男友和她妈妈 凯莉犹豫了 她看了看手里的剪刀 决定放手一搏 与此同时 屋里的变态劫匪 凯莉被对方按在墙上 她一手捂住劫匪的脸 紧接着抬腿袭击将其推倒 挣脱了束缚 凯莉快速跑步卧室 踩着床借力跳上阁楼 凯莉快速拖出一个箱子堵绳入口 拼命往里面装书增加重量 她站在窗口崩溃大叫 祈求能有人来解救她 外面的劫匪则不慌不忙地扛来梯子 用电钻开始打眼 楼上无助的凯莉只能大吼着发泄恐惧 突然 她在旁边的杂物箱上找到了一把十字弩 她迫不及待地试了试 可最痛苦的莫过于给了你希望 却又让你绝望 武器能用却没有剑 凯莉急得团团转 几分钟后 劫匪破坏了箱子底部冲了上来 可凯莉却不见了踪影 劫匪四处寻找着 她很快就锁定了一个蒙着白布的假人模特 就在此时 凯莉从房梁上翻下来快速钻出去 并封锁出口 当凯莉准备逃离时 一转身 那个受伤的劫匪正拿枪对着她 凯莉祈求着 自己只是想活命 男人问她 楼上的劫匪有没有杀人 凯莉回答有 随后男人告诉她 那个劫匪的父亲与自己是战友 但是却得了癌症 她在最后关头 把一个枕头盖在了战友的脸上 这叫做慈悲 随后她叫凯莉给她讲了个笑话 便放她离开了 于是凯莉快速跑到洗手间 砸碎镜子 再用毛巾包裹 制成一把利刃 给男友和她的妈妈松绑 随后三人准备逃跑 在大厅里遇到了一名警察 男友妈妈立即求助 不料却被对方拦截制服 来晚一步的凯莉 躲在门口目睹了这一切 没想到警察竟也与劫匪串通 于是她立即折返 翻过楼梯扶手 踩着栏杆跳上二层 她前脚刚上去 后脚劫匪就追来了 女孩爬上楼梯 踩着扶手跳上二楼 紧随其后的是一名持枪劫匪 她只能死死地拔住楼梯 好在楼下那个受伤的劫匪 帮她搪塞引开了嘴唧 随后凯莉快速跑回卧室 在地上找到窗户的钥匙 这时那名光头警察也追到了这里 还好凯莉及时打开窗户 躲到了外面 她想从屋外逃走 却发现楼下也有人把手 与此同时 光头已经把关在阁楼的劫匪放了出来 他们商议着放火把凯莉熏出来 趁着他们出去找火机 凯莉返回屋内 从包雷找到一支箭 然后快速爬上阁楼 完成十字弩的组装 这时光头已经撒好汽油准备点火 凯莉趁其不被描击防剑 给其致命一击 但光头还是在临死前打开了火机 大火瞬间在整个房间蔓延 凯莉连忙跳下楼 拔下插在光头身上的箭 随后用自行车撞碎窗户 在爆炸的最后预刻翻出窗外 紧接着她来到花园里 趁劫匪观望二楼伙食分神 凯莉果断放箭 见对方掏出手枪 凯莉快速上前将其推进泳池 二人在水中拼命挣扎拉扯 最终凯莉在将要窒息时 握住对方身上的箭 成功将其击杀 离开前她潜入水底 捡起了劫匪掉落的手枪 随后她来到仓库 换了件干净的外套 突然停在门口的车里传来声响 她小心翼翼的上前查看 发现是男友的爸爸 凯莉只是叫她快跑 便转身离开了 紧接着她准备去救男友和她的妈妈 现在屋内仅剩下一个敌人 也是最强壮的敌人 硬床指定是不行的 于是凯莉找来一个面具 假扮成劫匪的样子 敲窗示意男人出来 待男人出来时 凯莉早已从身后瞄准了她 不料这一枪没有打住要害 劫匪侥幸逃进屋内 凯莉连忙追进去 将其逼至角落 本以为这场恶战即将结束 不料男友的爸爸走来 竟一铁锹砸到了凯莉 原来这一切都是男友爸爸的计谋 她与劫匪合作 自己则办成受害者 取走所有财产 就在劫匪准备彻底了结凯莉时 坐在楼梯上送手的医院 用最后一丝气息击毙了手下 凯莉迅速起身 用枪对准男友的爸爸 这个老男人也终于道出了 她真正的目的 就在这时 男友妈妈也逃了出来 愤怒的她开枪杀了丈夫 最后男友给凯莉装了一车的钱 并说愿意和凯莉一起离开 但凯莉拒绝了 虽然怀着男友的孩子 但她看清了男友母亲的视力 也明白男友也是个 不会对她负责的人 所以和男友道别后 她驾车独自离开了 最后凯莉哭着哭着 露出了一丝微笑 也是内心的释然 感谢观看